好 讲到这个中国大陆 来 我问一下介大使 就是澳洲智库发布了 2024今年全球外交指数报告 中国赢了超越美国第一外交大国 然后当然举出一些数字 什么驻外机构 其实驻外机构 2019年中国就赢了 还有一个 博恩斯中华大使 接受了美国媒体的专访 越讲这个实话越多 当然先是讲 美国不能够跟中国离婚 一离婚的话 美国75万个家庭 没有办法解决吃饭问题 然后就说 中国这些国家 不羞于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 雄心壮志为什么要 这雷蒙多讲的 那博恩斯还有讲 他说我们并不想活在一个 中国人主导的世界里面 介大使 因为博恩斯 我看了这篇访问 它是60分钟 60分钟是一个很保守的节目 那个女主持人上次 被川普当场羞辱 因为他是有他一定立场 那所以川普到处说假新闻 假新闻假新闻 那这个就这个节目里面 其实博恩斯要表达就是说 美国没有办法跟中国离婚 他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事实上的话 他也讲了 他说大部分在中国投资的美商 都不会离开 而且也都没有离开 那我说都哪一些 那个60分钟主持人哪一些 他说他指了好多好多公司 他说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大陆的这个市场 还有潜力 还有长期的经济发展的远景 他们是有信心的 而这个博恩斯也特别带他 到了一个美商投资的一个 在中国投资的一个厂 这个厂是做什么 是做所有这些化妆品 或者是食品的那个塑胶罐子 结果那个就直接访问说 那那个问他为什么还要留在中国大陆投资 他说因为我们这次 来到中国大陆以后 我们公司成长得很快 那虽然外界他说有一些报导 说中国经济如何如何 他说可是中国的市场还是很稳定 而且他们是看长期的 对中国的经济的长期的未来 是深有信心的 所以这个报导也都报导出来了 所以博恩斯他在里面 当然他讲了很多 他就说他认为将来的 他认为要处理一个 美国既要跟中国激烈竞争 又必须要跟中国合作的 这样子一个困难的局面 是全世界最难找到一个评论 但重点是我们可不想活在 中国人主导的世界 世界应该是我们美国人主导的 这个他们问题他们主导太久了 自己搞垮了 他主导了三四百年了 对不对 别人都不要活了 杀了人家多少人 对不对 中国决起是一个全世界 最和平的崛起 他们必须要这样讲 经济的实力呢 所以这段时间怎么看待 这个报导的大反转 哪个说的才是金的 这个Financial Times 跟这个什么讲 跟那个后来日经新闻 直接引用 中国大陆去年在外国投资 吸引外商投资 外国投资里面 崩跌 大崩跌 只剩下之前的百分之八 就是说少了百分之将近九十 八十五以上 然后是1993年以来最低 结果他错误引用数据 因为中国大陆这个国家统计局 他公布一个数据 三百三十亿美元 三百三十亿美元 他说是我们的外商的净投资 那就三百三十亿 他这种东西算有growth 跟这种net 这个净投资是什么呢 他说2023年我们一定 比如说他一定收了外国的 对中国的投资是一千五百八十七亿 那中国对外国的投资呢 是一千两百五十七亿 所以呢这两个相减呢 就是中国接受的净投资 就变成三百三十亿 那问题人家就说 人家算中国去年 2023年一共有多少外商投资 人家算是一千五百 应该是算那个一千五百八十七亿 才对嘛 可是呢 Financial Times跟日经 就拿那三百三十亿 来跟这种过去的来比 所以他说大崩跌 结果呢问题就是 我觉得就是故意 应该是一个很故意的错误 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中国大陆他这个统计局 又把他的这个类别跟国别 都写出来 也写出来 他类别上事实上有很多 譬如服务业建筑业科技业 事实上去年的这个FDI的增长 非常的大 那尤其这个服务业方面 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七 那还有国别方面 事实上 法国对去年2023 对中国的投资 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四点一 那英国对中国大陆 2023年投资 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一 荷兰增加了三十一点五 虽然他 所以这个就变成就是说 Financial Times是不是一个 故意的拿那个三百三十亿 来做这个我去做了肉收 金融时报这位作者 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姑娘 她是驻香港的成龙两个字 她是找稻田毕业 然后就金融时报派她在香港 写中国经济 那我去查她以前所有的文章 没有一篇对中国肯定的 没有一篇 她事实上这是第二篇文章 去年十二月就发表过第一篇 就说中国的外资非常差 事实上我有去查一个资料 比如说德国 德国的经济部自己公布的资料 他投资中国是一百一十九亿美元 那结果他用的资料是五十九亿 差这么多 对啊 我不知道 所以我说金融时报是脑残报纸 没有错吧 我不知道我不然这样讲 我只说因为别的报纸没有跟 可是自由时报当然跟了 日经也跟了 日经跟了 因为金融时报已经被日本收购了 我对日经最失望 日经过去我还看 他这个实在是 金融时报 不因为这个是很重大的判断 你应该再去问其他的经济学者嘛 那就一个女生写了文章 这女生看起来蛮年轻的 问题是他的编辑部在干嘛 他编辑部应该对经济很熟悉的人 在当主编 一看到这种标题很高 就出去了 对啊 对这个标题确实是我觉得影响蛮大的 而且还登出那个图啊 那个图很惊悚啊 就这样断癌式的掉82% 对还特别做了图 对那个图其实蛮多人用的 所以脑残不是一个脑残会传染嘛 对啊 这个有点故意 事实上最近有几家媒体是一路在放空中国了 彭博是最明显 不过彭博最近因为上证回到3000嘛 他又开始改口了 果然是股市报纸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